今天要替楊醫師講一個故事 古代有什麼名人 或者我們聽過的皇帝是中風的 有說唐朝是歷史比較長的皇朝 裏面有個唐德宗的太子李仲患有中風 他一有中風的時候 突然之間厚眼歪斜了眼睛 然後說話都有問題 行步路突然之間走著走著 直線都歪了差不多要跌跌 這些很明顯是一些中風的症狀 你知不知道李仲是幾歲? 當時也是年輕的 中風這件事真的無分年齡嗎? 沒錯 其實有時身體不好的話 我們有說如果我們正氣不足 氣血弱的人都會容易有中風 因為風、痰、雨等等這些情況 都會令到我們的經絡氣血閉了 所以都會導致中風的情況 我們說老的經絡都會有症狀的情況 所以都會導致他有中風的症狀 古人有沒有說中風是有沒有中風這個詞的? 其實古人都會有中風這個類似的詞 我們有說類似中風的類字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分 我們有分內因所引致的中風 以及外因所引致的 外因所引致就是那個人是靜氣虛弱 氣血比較弱 如果風吹一吹或者受到風寒的話 經絡氣血閉了 會令到他突然歪一邊的嘴 這些都是中風的先兆 或者突然說話好像不靈離 這些都是中風的先兆 內因的話 剛才說氣血不足可以伸內痰 或者令到氣血瘀了 阻礙了經脈都會導致有中風的情況 就是內因所引致的中風的情況 剛才我都說沒有年齡限制 但有沒有哪類人是最容易的 哪類體型的人 或者身體有什麼特別的要小心的狀況 這種容易中風 通常來說我們說肥人多痰 痰剛才說過 如果他本身氣血比較弱 再加上痰乳塞在經脈裏面 都會導致經絡氣血閉了 都會有中風先兆的情況 另外年紀大的人 如果他本身氣血都比較弱的話 氣血運行比較差 血雨閉了經脈的話 都會導致他比較容易有中風的先兆 或者直接是中風的情況 中風這件事就是最令人害怕的地方 就是他無聲無息 亦都不會有阿嵐 大家例如有時傷風被塞發燒 你都知道有些病徵出現了 但是中風是沒有的 因為我認識一個朋友 外母大人救了他一命 他告訴我 有一天他外母很精靈的 突然有一天說話 然後下午又是 我我我我我 為何他會這樣呢 就告訴他老婆 他老婆哪有事 他在玩而已 帶他看看醫生 他醫生一看他 馬上進醫院 他有輕度中風 是 沒錯 好了 我就想問問醫師 這些不能預防 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 怎樣預防 第二 大家例如中風 有黃金多少小時 還是在你們中心的角度 中風應該怎麼做呢 有什麼事可以立即做到呢 幫忙它呢 這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 就是怎樣預防 如果預防的話 早上可以起床的時候 有兩個月位 大家都可以按一按 就是以尖拉一條線 還有鼻尖拉一條線 交界位 這個叫八匯月 八匯月是人一生最高的月位 早上一開始 就是我自己習慣 在床上醒了的時候 才這樣扣擊 大概一百下 其實就很快的 它是豬陽之會 是陽經 所有陽氣回閘的地方 有空可以扣擊 可以幫助醒腦開竅 以及通經脈 另外就是我們人一生 最低的月位 就是湧泉穴 湧泉穴 我想大家都聽過了 就是在整個腳掌 腳掌這個位置 分三角 分三角 上三份一 和下三份二 中間交界這個位 就叫做湧泉穴 湧泉穴 我自己有些筆 或者有些東西 扣一扣它 早上扣五十至六十下 你會覺得很舒服的 它又可以幫你養神氣 亦都可以通經脈 因為湧泉穴 它本身 就可以令到 我身體氣血循環改善 因為人的腳 是人的第二個心臟 如果我們多點按壓 湧泉穴 都可以幫助 我們預防到 這方面心血管的問題 即是每天早上 啪啪啪啪 啪啪啪 扣擊白匯穴 白匯穴 它可以醒腦開竅 又可以很記性 另外就是湧泉穴 多點按壓 那是真的可以防到的 可以幫助預防一些心血管的問題 因為其實中風是有 爐內出血 或者血腫所引致的問題 如果我們本身氣血運行通暢的話 就少一點這個機會 那現在這一疊又是預防的 其實這裡的中藥 有填漆、檔心和白俠 填漆大家都知道 有活血化穴的功能 有些人覺得自己燥熱的話 可以用花旗心 但如果那個人不是特別燥熱 有時都會手腳冷的話 可以用一些檔心 再來如果手腳真的很冷 年紀大的人可以用到高勵心 心類的話 其實可以因應自己的體質來調教 另外就是白俠 白俠它本身可以幫助 滋養我們的心和肺兩方面 因為我們肺可以通調水道 令整體的氣可以改善 當然要看回體質 如果那個人氣虛再加血乳所導致的中風 這個湯水會適合 或者是有些人將它磨粉來焗水喝 這是預防的作用 讓那個血管沒有那麼容易閉塞 即是多喝 不用每天喝 一個星期喝兩至三次就可以了 好了 大家來試了 萬一真是中風 第一時間可以做到甚麼 我以前曾經有一次 我記得那時 我有段時間住在九龍城那頭 我乘搭完巴士下去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很多人湧起來 湧起來在一個地方 原來有個伯伯就暈倒了 我看到他整個過程 他下車的時候 走著走著 歪著暈倒了 那一刻 每個人都手忙腳亂 叫白車等各方面 我看到他的襯衫已經頂著喉嚨 那一刻我沒有做太多事 我只是幫他解掉那個扭門 然後我又幫他按一按 真的按人中穴 人中穴也很特別的 跟那個按湧傳穴有點相似 就是將人中分三個部份 上三分一到下三分二的交界 這個才是人中穴 很多人如果不知道 就只是正中 按的過程當中 要向鼻方面按 因為那一下他跌下去 因為他毫無徵兆 他跌到牙齒都出血 按一按鬆了之後 他本來跌下去的時候 整個臉是黑了 已經是有些缺氧 因為那件襯衫可能是 令到他有一點窒息 我看病看得多 我看一看就解掉他的三樓 然後幫他按一按 不久香港的醫護真的很好 很快就到了 幸好他那段時間已經醒了 剛剛有些知覺 即是說不要管了 有什麼這樣的事情 你其實沒得判斷 你中風啊 你不知道的 我們哪裏知道 這個都是救命的 這個都是救命的 其實人中穴是復甦穴的 我曾經有試過 那時學針灸的時候 全身自己針過一次 我發現人中穴真的很誇張 人中和湧泉 我終於明白 為何它們是復甦穴 因為一針湧泉的話 眼淚會立即滴 淚如泉湧泉 是真的會很痛的 但是那一刻你按下去的時候 我終於明白為何它可以急救 因為它那個反射是很強的 當然如果是一些急救的話 比較方便是人中為主 嗯嗯嗯嗯 那就知道 即是不要做太多事 不用搞太多事 就是試這個位 但這個位剛才也要記住醫師說 是分三份 上三份一 下三份二之間 就是上三份一 跟著就好像鳥皮哥那樣 鳥上去 OK 都痛了 是啊痛的 你按下去 好了 在中英角度跟大家分享了這個 中風最重要是最希望預防 是不是 原來都很簡單 記住了 這個 是甚麼 百會月 這個 是甚麼 湧泉穴 湧泉穴 每早上都做 這些簡單 有幫助的 那真的不要客氣了 是的 我要做這件事 謝謝 喂 還有甚麼想問醫師的話 就留言 我又試試 我會一次過 找一次真的又 將所有問你的問題 即是我的觀眾問你的問題 你要回答 好嗎 好 記得訂閱健康蛋 你想知道的知識 健康知識在這裏 你想問的 你又可以問我 我幫你代問楊醫師 謝謝